哈利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上午跟大家谈的。 题目是平静风和海。 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 请看第四章。 35节到41节。 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那边去吧。 36节。 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哪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水了。 38节。 耶稣在船尾上,枕头睡觉。 门徒就叫醒了他说, 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39节。 耶稣醒了,戏窄风,向海说,主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为甚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众他了。 在这里记载,耶稣平静了风和海。 这个跟自然界有关系。 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 不是只停留在怎么样去跟人辩驳,说服人。 怎么样去医治病人。 他甚至还可以改变幻象。 他甚至可以改变幻象。 连自然界都听他的。 在这里记载, 在那一天晚上, 耶稣跟门徒要渡过加利利海。 然后船行到海中的时候, 复然有暴风, 造成大波浪, 打入船内。 这个时候看到船非常危险, 后来门徒叫醒了他。 耶稣起来斥责风, 对海说停止了吧。 这个风和海都听他的话。 众人都害怕, 到底这个人是谁。 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 马太马可路加, 称作对观福音, 因为里头都有记载相关的事, 可以做彼此的探讨。 这三卷, 每一卷也有自己的特色。 这三卷都有他的自己特色。 首先我们要看的, 就是, 我们看三十六节。 我们看三十六节。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扔在船上, 耶稣迎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因为之前耶稣是站在船上, 跟岸边的人讲道, 讲神国的道理, 讲人了, 要渡这个加利利海, 要到对岸去, 这里记载门徒们, 就把耶稣一同带去。 这套记载, 说门徒带他一起过去。 马可福音的记载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怎么记载。 请看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二十三节。 这里说耶稣上了船, 门徒就跟着他上船。 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记载是, 耶稣带门徒上船。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八章的二十二节。 八章的二十二节。 所以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说我们可以渡到湖的那边去。 是同样一件事。 路加福音时说耶稣跟门徒是一起上船。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才述述一件事。 既然这三卷福音书称作对观福音, 既然这三卷叫做对观福音书。 我们在看的时候要很仔细。 把他的特殊也可以找出来。 共同的地方也可以找出来。 同样叙述耶稣平静风和海。 这是耶稣在自然界的一个大神迹。 但是在里头的用意作者所表现的不同。 但里面的用意作者是不同的。 从神那里领的感动有不同。 但他们都有特殊的意义。 目的都是为了要证证耶稣基督。 只是从不同的了解层面来述述这个见证。 在马克福音里面, 是门徒带耶稣一同上传。 从这个神迹的背后, 我们详细看的时候, 我们的人世间不也是像过海一样吗? 我们人间常常有这样的话, 人生就像海的世界一样。 我们就像在海中行走, 度过我们的人生。 我们好像在海中行走度过的人生。 有时候很平静。 有时候很平静。 有时候遇到到风。 有时候遇到风浪。 有时候遇到风浪。 很多的情形会发生。 很多情形会发生。 所以启示21章那里说, 所以启示621章那里说, 这个旧有的天地不见了。 那个旧有的天地不见了。 连海也不见了。 天地是指起初神创造的世界。 天地是指起初神创造的世界。 海也不见了, 也代表着这世界。 所以神要试下新天新地。 所以神要试下新天新地。 那我们做这样的了解。 其实这个神迹, 它整个过程里面, 就是你我大家的一个信仰的人生经历。 我们要分作三个段落来谈。 我们看到这个神迹里面, 然后去对自己做一个反应。 我们首先看, 有耶稣同行在船上。 我们看36节。 我们看36节。 这里说, 门徒离开众人。 我福音第4章36节。 这里说到主耶稣离开众人。 门徒离开众人。 门徒离开众人。 我们会感觉到有主同行。 我们会感觉到有主同行。 的确是没错。 有绝书同在的生活。 非常快乐。 因为你心中没有亏欠。 你站在祂面前,你站得住。 你站在祂面前,你可以站得住。 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 而是你该做的是做了。 该服侍神。 该来到神的面前。 该做主的功。 该把行为行为为主花光。 我们会深深地感受主同在的一种好处。 你深深感受多同主要才的好处。 你讨告你自己的想法。 不是用个人的想法。 当你帮助别人。 你为别人祷告。 他必得医治。 主随听了。 透过你。 透过你。 选明主的权柄能力。 显示神的权柄。 那你会觉得真的有主同在。 你感觉多神同财。 而不是听人说, 哇,我这个要赚很多钱。 不是一直在想啊,你要赚多少钱。 那个也没有赚钱。 你用钱来衡量主的同在。 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样说。 那你是用人的观点去衡量。 其实财富不单单是这些物质条件。 你健康也是财富。 你保守有信心也是财富。 你能够行爱心也是财富。 你有信心的见证也是财富。 你有数量的智慧辨别是非善恶。 你有很大的忍耐心可以忍耐很多的苦楚。 这也是财富。 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些都是圣灵结出的果子。 都是美德。 那你就会感受到与主同在的那种力量。 所以平常就要打好这个根基。 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 只要主愿意。 我在这里。 我可以随时听后主的差遣。 求主同在。 应该有主同行的人。 他有这样的信念。 有一次有一位执事。 他平常会非常热心服侍。 他平时很酷。 有一次聚会前一个小时就叫回来了。 有一次聚会前一个小时就叫回来了。 一方面做接待。 一方面来看看准备好了没有。 一方面来看看准备好了没有。 聚会完就会比较慢回去。 比较迟回去。 看看有什么需要打理的。 他总是等着信徒全部离开他才离开。 他等到全部信徒离开。 有时会留下来跟传道谈一谈。 说一说他的人生经验。 然后讲一讲他家里的情形。 然后讲一下他家里的情形。 最后会跟传道一起祷告他才离开。 我们发现他非常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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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前面子任的传道都非常称赞这一个知识。 他实在关心教会。 他实在非常有关心教会。 有关心神的工人。 他非常用心。 不是现实的那种。 不是现实那种。 就是考虑到自己的时间。 所以神祝福他的家。 所以神祝福他的家。 将救十个孩子。 都非常优秀。 都非常优秀。 没有生过孩子的人不知道带孩子的辛苦。 没有生过孩子的人不知道带孩子的辛苦。 要带一个不简单。 要把每一个信仰的调整好不容易。 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仰都非常不容易。 还有十个孩子。 每一个都是非常用心。 而且很服侍主。 他的孙子也在教会服侍。 但有好的学历。 也有好的成就。 最重要是信仰很好。 所以我们经历那间教会。 很多的传道都很佩服这个执事家庭。 实在是在服侍神、服侍人的那种。 实在是服侍神、服侍人的那种。 这么好的人也会生病。 这么好的人也会生病。 有时候恶人不太会生病。 有时候恶人不太会生病。 很难说。 其实身边每个人都会生了心脏病。 如果他有心脏病。 一到医院检查。 我差一点不能通书了。 整个昏迷了。 昏迷自天又巡过来。 后来医生报告。 由医生报告。 心脏里面有三个大动脉。 心脏里面有三个大动脉。 两个堵住了。 两个失住了。 而且这两个堵住的动脉壁非常薄。 而且这两个堵住的动脉壁非常薄。 剩下一个。 但是他的力量很有限。 心脏力量有限。 所以常常动不动就想要停止呼吸一样。 所以动不动就会发指呼吸停止一动。 不是教会生功的人。 因为教会生功的人也会生病。 也都会生病。 后来传道跟负责人到医院看他。 然后就在他的病床前面祷告。 就在病床前面祷告。 正在按手的时候。 他声灵大大充满。 他声灵大大充满。 满心的感谢主。 祷告完了。 他就说。 刚刚他看到异象。 神差使者跟我们大家一起围在床边祷告。 然后后来天使唱诗。 后来天使唱诗。 听了歌曲非常的好听。 他听到歌曲非常好听。 他非常感动。 他非常感动。 但是这个时候祷告越来越有力量。 但是这个时候祷告越来越有力量。 后来我们离开。 其实教会有为他们用心祷告。 后来他自己祷告的时候。 他自己祷告的时候。 天使也坐在他旁边。 唱诗给他听。 所以他不寂寞。 他就觉得很感谢主。 虽然我遇到这个病。 但是有主同在。 但有主同在。 他不难过。 也不见面这个世界。 但是他有一个心智。 但是他有一个心智。 虽然我70岁。 但是我还非常愿意做圣公。 你如果愿意 让我活着继续努力做圣公。 一个年长者 他懂得活着乃是要服侍主。 他知道活着乃是要服侍主。 但是很多人今天活着乃是要服侍主。 不够强烈。 所以体验不到神的存在。 也看不见神与自己同在的见证。 这个话是真的。 有的人信主于20年。 跑来跟传道讲。 传道。 常常听到见证。 看圣经。 所以有主同行。 有主同行。 为什么有信主这么久没有呢? 为什么信主这么久没有呢? 主在哪里? 主在哪里? 同行在哪里? 信主一动。 没有感觉。 信主一段时间没有感觉。 没有体验。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常常就对他说。 首先你的时间分配得怎么样? 首先你的时间分配如何? 久久才看了最后一次。 好久才见你最后一次。 有没有把时间分配给神? 你没有把时间分配给神? 再来。 你的能力你怎么分配? 你的能力你怎么分配? 你的智慧怎么分配? 你的智慧怎么分配? 你有没有想到主? 你有没有想到主? 他想一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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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我没有注意。 后来他就做一个改变。 他就做一个改变。 过一个以主同在的生活。 他做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 过来一段时间。 他跑来又讲。 他跑过来又讲。 床道。 我有体验了。 原来越亲近主。 越亲近主。 就会感受到与主同在的见证。 就会感受到与主同在的见证。 他活得就很快乐。 他活得很快乐。 他后来也懂得整个好世主。 所以我们真的要对主啊。 互助更多。 你用心。 你就更会体验与主同在的见证。 你用心。 你就更会体验与主同在的见证。 过了几天。 结果他病好出院。 结果他病好出院。 神又留给他一段很长的时间。 继续服侍主。 他是教会的好同工。 他是传道的好同工。 而且对道理很清楚。 绝对不会用人的想法来处理事情。 绝对不会用人的想法来处理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同在。 所以见到神和他同在的见证。 很多人都会很尊敬他。 因为他真的做到了。 所以与主同行。 来自你为大家非常羡慕的一个生活。 是很好的见证。 所以这是你为大家要追求的。 不要觉得有负担。 更要觉得珍惜。 我这是福气。 这是恩典。 你信主本来就是要天天建立这样的关系。 你相信主本来就是要天天地建立这个关系。 我们要谈人生经历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讲人生经历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七节。 我们看三十七节。 忽然海上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甚至船要满了水。 三十八节。 耶稣在船的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着了。 我们要谈到信仰的人生第二个经历。 就是讲耶稣睡着了。 前面讲有耶稣同行。 前面讲有耶稣同行。 那是好得无比的信仰生活。 是好得无比的信仰生活。 但是这里说耶稣睡着了。 但是这里讲到耶稣睡着了。 来的患难是突然的。 来的患难是突然的。 他们计划坐船渡加利利海到对岸去。 但是谁知道有暴风。 但谁又知道有暴风。 有大波浪。 以前的时代不跟现在一样。 你知道什么时候起颱风。 以前的时代不跟现在一样吗? 你什么时候知道有颱风。 那就是讲到人生在海上, 如同在海上旅程一样。 这个是人生好像海上旅程一样。 很多意外你是不知道。 很多意外你不知道。 你的头脑很有限啊。 你读这么一点书, 读到很高的时候, 你只知道这个方面而已。 你读很多书读, 只知道一个个经历。 不可能全部所有都知道。 你不可以全部都知道。 行行格如山啊。 好好,格如山。 每一个行业格如山啊。 每一个行业格如山啊。 每一个行业格如山。 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专业行业。 你其他都知道。 不可能的。 你不知道这个行业。 世界上还没有这么厉害的人啊。 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厉害的人。 每一个人的学习环境不同。 每一个人的学习环境不同。 但是人不是一直顺利。 但是人不是一直顺利。 你有时候生病。 你有时候会生病。 你有时候会遇到问题。 有时候会遇到问题。 你虽然在这件事你很有能力。 这件事可能很有问题。 可能你感情很脆弱。 但是你可能感情很脆弱。 你遇到感情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一遇到感情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有可能你不懂得怎么治理家庭。 可能你不懂得去治理家庭。 那有可能你不知道要怎么样找到好的工作。 有很多事情临到。 尤其是超越了我们人的能力的时候。 尤其是超越我们人的能力的时候。 你真的受不了啊。 你甚至想放弃人的生命啊。 你甚至会放弃人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一定有很难受的事情。 他一定有很难受的事情。 他一定有他人生的苦衷。 得不到社会的了解。 得不到家里人的帮助。 得不到家里人的帮助。 一个人实在承受不了。 最后才选择从高楼跳。 我来香港没有几个月。 但是我看跳楼事件很多。 有小学生。 有青年。 有老人家。 有老人家。 跳楼。 为什么会这样。 越进步的一个都市。 越进步的一个都市。 会真的让人更加觉得平安吗。 会真的让人觉得平安吗。 落后的都市民族有他们的问题。 落后的民族有他们的问题。 文明进步的都市也有他们的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啊。 有一天你遇着了。 你自己也受不了的。 你想想看。 耶稣睡着了。 耶稣睡着了。 我们的人生。 怎么祷告。 怎么主耶稣没有听啊。 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主人生没有听。 常常聚会怎么没力啊。 常常聚会为什么没力啊。 就感觉到好像耶稣睡着了。 就感觉到主耶稣睡着了。 耶稣没有看过我们啊。 主耶稣没有看过我们啊。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要怀疑你的信仰啊。 但是这个时候不要怀疑自己的信仰。 你要当做一种操练。 要当做一个操练。 你要去面对它。 你要去面对它。 不要以为啊。 哎呀怎么一直得不到解决啊。 不要想着啊。 哎呀好生绝书不要我啦。 好生绝书不要我啦。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是让你知道。 要让你知道。 人生在世本来就是这么老苦。 人生在世本来就是这么老苦。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传道书。 来看传道书。 传道书的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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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书第三章。 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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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书第三章的十节。 我见神叫世人老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所网王。 所网王。 他的财富、智慧、能力都胜过世界上任何人。 他自外财富能力都胜过世界上每一个人。 但他得到一个体验。 但他得到一个体验。 原来世人老苦啊。 原来世人老苦啊。 那是神的意思啊。 乃是神的意思啊。 要让世人们在当中受到经历。 那是要他们在当中受到经历。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请看十一节。 要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 我们再来看十四节。 下半段神这样行。 下半段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有人说人定圣天。 有人说人定圣天。 人真的圣天吗? 人真的圣天吗? 你不能因为你做好了一件事,你就说我圣过天啊。 那么简单啊。 你这么厉害啊。 就算你是总统。 就算你是总统。 你真的很有能力。 有一天你下台。 有一天你离开人世间了。 有一天你离开人世间了。 我告诉你那个总统的那个地方。 总统府还在啊? 旁边的那棵老树还在啊? 旁边的那棵老树还在啊? 后面那座山还在啊? 后面那座山还在啊? 根本就没有圣天。 根本就没有圣天。 你怎么可以说一件事情做得好你就圣天? 怎么可以说你做好一件事就说圣天啊? 不是这样的。 神叫我们遇到有时候顺利。 神有时候遇到我们的顺利。 有时候老苦。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啊。 目的是什么? 要把神安置在我们心里啊? 目的是什么? 叫我们要敬畏神啊? 我们敬畏神。 如果不是神愿意。 我们可能要到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做生意的难啊。 我们要去第二个国家做生意的难啊。 如果神不给你生命健康。 不给你智慧能力。 不给你智慧能力。 你能做吗? 你可以做吗? 不能做的。 不可以做的。 不要超越神啊。 不可以超越神。 所以容易到患难。 所以人遇到患难。 其实最重要。 提醒我们。 要靠主。 要静慰神。 我们再回过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 我看回来马可福音第四章。 这里讲的暴风。 这里讲的暴风。 是从外面冲到这个船啊。 都是一个力量。 是从外面冲到船里的力量。 是从外围的世界的压力冲到我们这个身心啊。 在外围世界的力量冲到我们这个身心啊。 那么波浪呢? 直接它的海水就进到船里面。 所以有一些伤害。 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攻击。 有一些攻击。 直接伤到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生命了。 是直接攻击到我们身边或者生命的。 不但这样。 而且那个船满了水。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风吹。 风吹。 海浪的海水打。 海浪的海水打。 船波动。 水进来。 水进来。 慢慢的这个船就要沉下去了。 慢慢的这个船就要沉下去了。 只要水到达一个高度在船里面。 只要水在船里面。 你看这只船就海,所有的人都沉到海底了。 所有在船上的人都沉到海底了。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看。 水就是我们的压力。 水就是我们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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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就是我们的重担。 我们有很多事情所面临的就是这样。 我们很多面临的视剂都在这样子。 它如果积,在我们身心、在家庭有了某一个程度的压力。 如果在我们身边,承受到某一个压力。 你真的忽不了啊! 你真是忽不住了。 有些人选择离开这个家庭。 有些人选择离开这个家庭。 有些人选择放弃这个家庭。 我看到报纸里头 有一个长辈 带着孩子 他后来选择自杀 因为他在婚姻上不美满 孩子就在那边一个人哭 他明硬用死来 欺负他的父亲人 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 我们的社会都充满这样的事情 我们社会都充满着这个事情 很难过的 站不起你 受不了 没有信主的 不懂得靠耶稣制度 我们受使信主的 我们一样也碰到困难 但是我们懂得 在主面前祷告 来教会求主帮助 我们只要把信心的增长起来 然后求靠主 然后靠教主 总是想有一天主会为我们开一条路的 总是想想着有一天主会为我们开路的 我们有那种交托 我们有那种信心 我们有那种信心 虽然现在主还没有垂听 所以现在神还没有垂听 但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他在考验我们 他在那里考验我们 但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有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长大 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信心得到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一生太顺利了 你根本就不懂得靠主 你根本就不懂得靠主 你不懂得要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 能够被主所用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乙女 你根本没有那种心智 因为你太顺利了 以为靠自己就可以了 以为靠自己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 那你很危险 因为你没有被经验过 你只要碰过一次 你就倒下去 你只要碰过一次 就会倒下去 有的人碰了很多次 有的人碰了很多次 一次一次站起来 一次一次地斩你力 更坚强 所以他更加多 他可以面对这个人生 他可以面对这个人生 将来可以站在主的面前 非常有力量 将来可以站在主面前 非常有力量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遇到患难的时候 遇到患难的时候 好像是自己一个人在奋斗 其实关心你的人 也在为你奋斗 其实关心你的人 也在为你奋斗 他在背后 举起爱心的双手 为你祷告 他在背后 你的自以为是 你的那种想法 其实关心你的人 其实关心你的人 都在背后 默默地为你祷告 但你不要认为 只有你一个人 你以为你很孤单 不是的 我们看这段经文 马福音第四章里面的经文 起了暴风 海浪打到船内 但是你要知道 耶稣还在这个船上 耶稣还在这个船上 只不过他睡着了 我们今天遇到患难 你不要以为耶稣不要你了 你不要以为 耶稣不要你了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关心你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 在你的人生里头上 主耶稣还是跟你走在一起 只是他睡着了 只是一种考验 你不要以为 轻易就放弃信仰 主耶稣在船上耶 他也在面临这个风道 他也在面临这个风道 只是因为他是 这个天地的主宰 只是他因为 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宰 对他来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都不是问题 所以他在船上睡着了 所以他在船上睡着了 但是我们要学会 像门徒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要学会 好像门徒的一个动作 哇 遇到事情没办法啦 遇到事情没办法啦 这个时候钱有用吗 这个时候钱有用吗 这个时候你的学力有用吗 这个时候你的财产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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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有用吗 你的名字有用吗 我们有时候遇到事情 通常都会说 拿出正确 我是摸摸摸 在什么地方 让我先通行 别人慢慢排队吧 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会拿你的名牌出来 我们就喜欢这样 用自己的什么名号吗 用自己的名号 在神面前可以这样吗 在神的事情可以这样吗 我信某某某 我是谁 我的大姓大名叫什么 我大姓大名是什么 所以主耶稣一定要让我进天国 所以主耶稣一定要让我进天国 主耶稣那么容易被你贿赂吗 主耶稣那么容易被你贿赂吗 不容易的啦 不容易的 要看你平常怎么做 要看你平时怎么做 你怎么用心 你怎么用心 我们看 请看这个 三十八节 请看三十八节 下半段 闻徒叫醒了耶稣 下半段 闻徒叫醒了耶稣 老师啊 我们快要死了 老师我们就来笑死了 你不理吗 至少闻徒在这个时候 承认自己的不足 知道自己软弱 愿意到神面前来求靠主 愿意去到主面前来求靠主 我们有一些信徒官员非常错误 自己明明生病了 自己明明定了 家里有事了 家里有事了 然后打电话 又打电话 传道 传道 你帮我祷告 你帮我祷告 但是你不要跟教会所有人讲 但是你不要跟教会所有人讲 你知道我生病呆倒 丢脸啦 知道我生病代祷就 甚至我这样说吗 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呢 每个人都会生病啊 每个人都会生病 我们传道也会生病啊 我们传道都会病 只是圣公比较忙 生病次数比较少 罢了 但是有个很少性病 一病啊就两三个月而已啊 第一病可能有三个月 像在台湾有一个传道 他现在六十六岁 我称他叫铁人 我称他叫铁人 你终年的时候身体很好啊 你过去有运动的时候 终年就身体不好啊 到了还没终年 看你走路这样 就知道你是个不爱运动的人啊 既然你终年还这样行 连你的健康 你都不经营啊 因为自己健康都不经营啊 因为我看这里有很多六七十岁 身体很好 我见到这里六七十岁的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也会运动 原来年轻的时候都不做好 至少会走路爬山啊 时时会走路爬山啊 他不会整天看电视 睡觉躺在那儿 不会整天都会看电视 没有经营自己的健康 不管怎么样 就算你经营得好自己的健康 就算你经营到自己的健康 你还是有意外的时候 你还是有不能的时候 都有不能的时候 那这个老传大啊 我跟他同工了很久 我跟他同工了很久 将近快二十年 差不多二十年 少看到他生病 所以我称他叫铁人 所以我叫他铁人 他可以晚上忙到凌晨两点 他可以晚上忙到凌晨两点 他精神很好 睡四个钟头 睡四个钟头 就起来参加找导会 就起来参加找导会 八日也都不睡五觉 这种人很少啊 这种人很少啊 所以他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他可以做得事 体力太好 体力太好 六十岁的时候 那个 跑一百公尺啊 那个三十几岁的人都还想看 跑一百米的时候 三十几岁都输给他 所以我称他怪人啊 所以我称他怪人 结果有一天啊 结果有一天啊 我要找他讨论圣功 打电话 打电话 他在教会 我在教会 打他家 打他家 家里人说在医院 我就问哪家医院 我就过去找他了 我就过去找他 他躺在医院一个多月啊 他躺在医院一个多月啊 原来铁人也会生病啊 原来铁人也会生病的 所以很难讲 所以很难讲 你以为你在这方面最行 你以为这方面最痛 我告诉你啊 偏偏出疲惑就是在这个方面 啊 大偏偏出自己的就是在这个方面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有一个 那个 台湾很大的医院 台湾一间很大的医院 啊 里头有一个脑神经的博士 医师 里面有一个老神经的医师 他一个月薪水很多很多 他一个月薪水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人只要脑的问题都跑去 最后都要找这个医生开导 那是我们的信仰哦 这个是我们的信仰 结果这一家大的医院 后来每一个月定期的福音的布道会在这里 结果每一个月的定期福音 就是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 院长特别开 而且弄一个比这个还大间的 这个 祈祷式 让我们教会做布道聚会 结果院长开这个比较更大的地方 来到开布道会 就在放在医院里面 就在医院里面 所以你看这个医师很热心 你看到这个医生很热心 是我们教会的信仰 是对教会信仰 结果 那个福音工作在里面 带领了很多信仰 结果在工作里面 带领了很多信仰 整个教会 常常来这里做布道 结果教会 常在这里做布道 分发传单 分发传单 不容易啊 不容易 结果他有一天 结果有一天 他就觉得 哇我不得了 我赚很多钱 而且 变成 台湾的权威 变成 台湾权威 开脑的专家 很多医院没办法的医师 全部送过来 他有办法 所以他就觉得 他在这方面是很专业 结果在这方面都很专业 就慢慢地自己以为是 你能不如我 人家不如我 人家不如我 我厉害 我动刀有办法 我开刀有办法 他起先是很谦卑的 后来就不是了 后来就不是了 有一天他病了 现在他病了 他自己是脑神经专家 他自己是脑神经专家 结果他里面找了脑瘤 有脑墨炎 也都有脑墨炎 台湾没有任何医生可以治 台湾没有任何医生可以治 台湾跟日本有很好的联系 我打这个病情 照完以后送到日本 日本也投降 说不用来 我又没办法 他将这个事情告诉日本 日本都投降 结果有一天 他的父母亲 他的父母亲 从台北打电话给我 去台北打电话给我 刚才我去逐家访问 凌晨12点半回到教会 结果他访问12点半 零时才回到教会 就做这个报道 到很多地方去做 去很多地方做 很多信徒上班 他们都花时间晚上跟传道跑 很多信徒上班 很多信徒上班 就跟传道跑 其实我们传道看了很感动 所以我们在背后 一直为这样的人默默祝福祷告 所以他们多到了很多 你先有付出 你才对得神的福气 你先付出更多 你那个付出的脚步 你都藏起来了 你付出的脚步都藏起来 我回到传道房 半夜12点半 半夜12点半 那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我就接到个电话 就是这个医生的父亲打电话 就是这个医生的父亲打电话 前传道 听说你在美国怎样怎样 所以美国这里建议说要找你 结果美国要找你 请你帮忙 我说什么事 我说什么事 他是我一个儿子 在那一家大医院 他是博士 可以说是台湾的脑神经专家 他说是台湾的脑神经专家 结果他自己脑末医 结果他自己脑末医 他都讲了 没有人可以医 他已经本方面跟他们联络 就不用送来了 他自己在那一家医院 他自己在那一家医院 被隔离 被隔离 这个脑末医院会传 非常严重 怎么查没有看过这种病例 怎样查都没有看过这个病 那一家医院的医师 几乎都是博士 那家医院的医生 差不多都有博士 就查不到 都是找不到 怪病 从来没有的 从来没有的 所以他爸爸就打电话给小弟 所以他爸爸就打电话给小弟 说停车大 我知道你很忙 我知道你很忙 那时候人在中部 负担教会 这个是从台北打的 这个是电话从台北打的 这个要开车两个小时半 他就打电话 你可以来帮忙祷告 你可不可以帮忙祷告 如果你肯来 如果你行来 我给你很多钱 当作未来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 你 我听到这句话 我非常生气 我听到这件事情 我传到的人格 是用钱来量 我传到个人格 是不是用钱来量 我帮你祷告正常 我帮你祷告正常 但是你不能用世俗的方法 你请我来这样做 我说 某某弟兄 你这种观念要拿掉 你这种观念要拿走 要不然我不去 我去可以 我可以 但是一毛钱 你不能用这种心态来做 但是一毛钱 都不能用这种心态来做 神伯伯的同工给恩典 神伯伯的同工给恩典 但是我们也要伯伯的为主忽视 跟主之间是没有谈条件的 你都不能用报酬的关系来算 你都不能用报酬的观念来算 他说好 他说好 后来我真的到那家医院去了 所以他到那家医院 我就 跑去看他 就跑去找他 后来我听他讲话 我听他讲话 我发现他骄傲 我发现他骄傲 他说 我 是老的专家 他说我是老的专家 我在这里可以把福音工作带起来 也是我的关心 我可以关心 可以把福音工作坏下来 我祷告到后来 没有神同在 我祷告到后来没有神同在 我不祷告了 我不祷告了 那很多长子传道负责人信徒教会 为了祷告 很多长子传道负责人信徒教会 为了祷告 没有功效 都没有功效 他心里想 啊没有用啊 他受便了 没用了 我听了我就觉得不舒服 我听了之后就觉得不舒服 你一个谦卑的人不是这样 就算是真的你真的受苦了 就算你真的受苦了 就算你真的受苦了 但是你不能说祖没有用啊 但是你不能说祖没有用啊 但是我做了很多 我做了很多 结果没有效用 结果没有效用 原来他用一种 跟神交换条件的方式来面对 原来他用神交换条件的方式来面对 你怎么可以跟神这样说呢 你怎么可以跟神这样说呢 你受死的时候 你的罪被赦免了 你受死的时候 你受死的时候最被赦免了 只有跟你要一毛钱了 没有的 没有的 错关了非常错误 观念非常错误 而且非常骄傲 我们传到跟人在谈话 我们传到跟人在谈话 常常在灵里面会有感动 谁在灵里面有感动 这个人是谦卑的 还是用心的 还是骄傲的 还是骄傲的 还是会服侍呢 有感觉 有感动 而且祷告按手 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属灵的敏感度 所以平时按手都有这个属灵的敏感度 这是在灵里面有一种静重 这个是灵里面的一种见证 所以 我心里末倒以后 所以心里变密图的时候 我就老实地跟他说 我老实地跟他说 我说某某弟兄 你做的工很多 神会纪念 但是我发现 你有两个毛病 第一个你以自己为中心 第二个你非常骄傲 他坐在床上 我在他的背面坐 他坐在床上 我跟他对面坐 还有他爸爸妈妈 他有他爸爸妈妈 还有两个负责人跟我 这两个负责人同一齐 他看我 他看我 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解释 后来我就跟他解释 你教我在哪里 你教我在哪里 你以自己为中心在哪里 你自己为中心在哪里 讲完了 他就说我错 他就说我错了 那就帮忙带头 就帮忙带头 我们就一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就在奉主的名祷告 就奉主的名祷告 在祷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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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求主 教授心中的魔鬼 叫我的魔鬼 自以为是的鬼 自以为 也不幸的鬼 在暗手的时候 我们最有感觉 在按手的时候 我们最有感觉 感谢主这个祷告灵相通 感谢主这个灵 祷告灵的灵 这是很奇妙的恩施 这是很奇妙的恩施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 真的他悔改 真的他悔改 哭 祷告完了 祷告完了 我们就走了 父母亲送我们到门口 他父母亲送我到门口 那两个负责人都是在外面上班 那两个负责人都是在外面上班 一个是警员 另外一个是在大公司上班 半夜都跟传道跑 我回来睡一下又去上班 那种服侍的精神很强 很容易生发见证 你都体贴自己 你能看哪里看得出你服侍主的用心 你根本没有付出 你根本没有付出 你最想到自己 你根本想到自己 神要的工人是这样吗 你竟然站在这个位置 你竟然站在这个位置 你都服侍付出 用心付出 用心付出 不要跟一般的一样 好像上班一样 不要像其他一样 好像上班 你竟然好像上班 你竟然好像上班 超过一分钟就不行 你这种心态 你这种心态 可以成为神的工人吗 不成为神的工人吗 不适合 不适合 你没有付出 你看这两个人 他们看到 他们看到 他们付出 结果那两天 就打电话来 我出院了 我出院了 我的病突然的好了 奇妙不奇妙 他后来更加谦卑 结果神让他做的工更大 现在在那家大医院 一个礼拜有一次的福音茶会 或者定期步道 每一个月 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定期的福音茶会 全台湾没有办法 他并都送到那家医院 其他没办法 如果大家都接受到你 后来回到故乡去找正义教会 后来受洗了 好了大家回到故乡去到正书教会 结果收拾了 原来神要兼顾他 原来神要兼顾他 在他最专业的地方 让他觉得没有办法 让他从内心里面谦卑为主服侍 你不要把你最认为有能力的地方 当作骄傲炫耀的地方 你更加要谦卑 神就会让你得到更大 神就会让你得到更大 神就会让你在世上得到更多 你在属灵在他面前也得到更多的丰富 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信仰生活 我们看到 这个门徒叫醒的耶稣 那第三个人生的经历 请看39节 耶稣醒了 处则风 向海说停止了吧 风就停了 海也停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醒了 刚刚那个见证 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当你爬到一个人生的顶端 当你爬到人生的顶端 当那个时候很少人跟你一样厉害 所以你好像从高山再看 众人都比你差 就好像在高山看众人都比你差 你的努力有可能爬到这么一天 以前我是在众人里面 看到这么多的人在旁边 看到这么多人在旁边 人家怎么生活我也怎么生活 人家怎么生活我也怎么生活 但是有一天你都努力爬到顶端了 但有一天你努力爬到顶端了 你不能这个时候骄傲起来 神不帮助你 神不帮助你 你辛苦你 就像这个医师弟兄 就像这个医生的弟兄 这个时候是站在顶端 他就站在顶端 他开得好 他愿意 多少人要排队给他开刀 他开得好 多少人愿意 给他开刀 你开得多抓得多 开得多就赚得多 所以他常常会拿新台币一两百万 在农历春节就给那个贫穷的信徒 教会花给他们 所以他可以拿一几百万 在新年的时候派给孔的信徒 他愿意这样做 他愿意这样做 因为那是他多的里面的一点点 他做得到了很平常 因为这个是他的一点点 他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他病了 但他病了 也是睡着了 那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 那段话跟那一次的祷告 耶稣醒了 耶稣醒了 耶稣在我们中间 结果医治了他 结果受灶就最大的 不是只有他 还有跟我去的那两个负责人 但是他还有附近的负责人 现在做教务 一个被安立之士 很热心服侍的 花的时间比重心更多在教会里面 那种实在的服侍大家佩服啊 那种实在的付出是大家佩服 真的是教会的好同工啊 就是教会的好同工 没有白费啊 这个神给他的恩赐啊 没有白费 神给他的恩赐 耶稣真的醒了 耶稣真的醒了 结果这个弟兄他造就人更多 结果这个弟兄造就人更多 我在去看他的时候 很谦卑 以前讲话是这样的 以前讲话是这样的 当然他做圣工 当然他做圣工 但是感觉的 为什么他脖子那么硬 就是觉得他为什么 他经过这一次 颈那么硬 耶稣对他醒了 但是耶稣 他自己也醒起来了 他自己都醒了 见面讲话 见面讲话 很谦卑 好谦卑 是是 我可能没办法 我可能没有办法 我可能没有能力 但是他一做就是有办法 他一做就有办法 谦卑 那种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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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人家从心里对你 对你的一种顺服 对福在主的大能力下面 所以 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你如果现在信心好 你也不能一直认为 我就是一直这么好 很难讲 不要以为自己一直都会 有时候是在你最在意的事情 那边出事出问题了 就可能在你最心里的时候出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耶稣虽然睡着了 你要等待他 你要等待他 仰望他 耶稣会有醒的时候 耶稣会有醒的时候 你就是得到生命见证的时候 你就得到生命见证的时候 就像这个意思一样 那这三个人生历程 这三个人生历程 与主同行 耶稣睡着了 耶稣睡着了 耶稣醒来了 真的就是我们信仰一生的写照 就是我们人生信仰的写照 但是你懂得在软弱的时候 你懂得我软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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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站起来 耶稣醒过来的时候 也就是我被提起来 充心得力的时候 就是我提起你 重生不力的时候 那你要知道这个恩典真正 你懂得这个恩典见证 但是要求主帮助 那这个神迹 这个神迹 此时提醒了两件事 我们来看四章的事实节 耶稣责备门徒 耶稣责备门徒 你为什么害怕 你还没有信心吗 你还没有信心吗 这件事 耶稣也要考验 门徒的信心 藉着这件事 耶稣都要考验信徒的信心 我有时候会这样想 他们直接做耶稣选择 这些是耶稣直接选择的 每一个神迹都是很大 每一个神迹都很大 如果今天发生在我们这里 不得了啊 直接听耶稣讲神国的道理 但是为什么跟随主 还是没有信心 那我们没有直接看到耶稣行神迹 我们没有直接听他讲话 我们是从圣经里面进来 马克风强调用信心跟随主 没有信心你就会碰到了 你的信心就会见到 那我们当传道在墓会 当全国的教会 看来很多种的人 看到很多种的人 看到有信心的 当我们为他祷告 就在祷告中生发见证 就是祷告中生发见证 一变成贵 一变成贵 死人复活 这个见证就很多 他们也就信仰站起来 他们信仰就赞美力 这个神 借这个神迹要提醒门徒 要有信心 所以神迹 藉着这个神迹要提醒门徒 要有信心 第二个提醒 四十一节 在船上面不是只有耶稣跟门徒 在船上面不是只有耶稣跟门徒 买了其他的众人 他们就彼此这样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连风跟海都听从他 连海和风都听从他 他们都知道这个人很伟大 这个人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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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对海说 大声对海说 对风说 斥责这个风停止吧 斥责这个风停止吧 然后对海说 又对海说 你静止吧 你静止吧 结果就平静 要平静 我们有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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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 如果有一天台风进来 有一天台风进来 你站在你的窗户旁边的窗户 你对着他讲 你对着他讲 海风啊 停止啊 你不被他吹到就好了 你不被他吹到就好 有办法吗 有办法吗 没办法 今天主对我们 他在哪里对我们说话 他在哪里对我们说话 曾经有想过吗 你有没有想过 在哪里对我们说话 在哪里对我们说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猎王记》上 我们看《猎王记》上 十九章 十九章 《猎王记》上十九章 《猎王记》上十九章 十九章的九节 十九章的第九节 九节以下 九节以下 这里是记载先知以利亚 要见证先知以利亚 在加密山上 杀拜了耶稀别的假先知啊 他在山上杀拜了假先知 这是大神之哦 我想可能人家要攻为他了 想到中人要攻为他了 结果没想到 皇后耶稀别就下命令把他杀了 王后就下命令 他就开始逃 逃得好快啊 逃得好快 从那个地方逃逃 逃到这个河烈山啊 找到你要一两个礼拜 他几天就到了 所以逃命的时候 害怕的时候 人跑得最快啊 结果逃到一个山洞里面 结果跑到山洞里面 神就对他说好 他说神会说嘛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在这里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人跟我一样啊 其实神还预备好几千人跟他一样中心啊 其实神预备好几千人跟他一样中心啊 有时候啊 你太欣赏自己也不好啊 所以有时候 欣赏自己也不好啊 结果十一节啊 结果神对他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的面前 那个时候 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烈风经过 甚至山崩碎石掉落 甚至有山崩碎石的落落 然后有地震 有地震 神都不在里面 神都不在里面 地震或还有火 神也不在里面 神都不在里面 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 你可能做事可以做得烘烘烈烈烈 你做事好像很厉害 好像大风一样 像那个影星啊 如果被 被崇拜了 他到哪里很多影迷都跟了 那些明星啊 出来的时候很多影迷都跟了 你可能会做那个很轰动的事 或者是你的成就 可以让人地震 你不得了 或者你成就可以做到地震不得了 甚至啊 你这个人有能力就像有烈火烧过一样 或者你能力好像烈火烧过一样 这些外在的动作 这些外在的动作 都是人的动作 都是人的动作 但是告诉你啊 神不在中间 神在中间 以利亚看到这些 神没有在里面 以利亚看到这些 神在中间 我们来看十二节 我们来看十二节 十二节的最后下半段 十二节后半段 经过火以后 有微小的声音 经过火之后 有微小的声音 其实神要的就是 你的心要安静 你才能够听到 神微小的声音 你才能够听到 神微小的声音 神对我们说 圣灵感动我们 圣灵感动我们 就是对我们的心里说话 就是对我们的心里说话 你如果太复杂 你如果太复杂 你太忙碌 你太不留心 你太不疑心 你的心海就是有风 有海浪 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心弄得安静 我们要把心弄得安静 让神微小的声音进来 所以圣灵先说 得力再复平静安稳 你一个人安静 你的心海平静 神的声音你听懂 神的声音你听懂 神的事你也知道 你更会常常在神的面前出现 你更加会在神面前出现 我喜欢在神的同在的地方 我们自己就被神给平静 神迹其事在里面 像刚刚讲的那个执事 他得到神的医治 后来讲那个医师 医生弟兄 你得到神的医生 你得到神的医生 人生经历就是这样 我们求主帮助 唱诗 168首